茶叶的保质期是多久? 收藏这个顺口溜,存茶变简单 绿茶黄茶一年半,清香乌龙喝半年 红茶储存两三载,普尔白茶永流传 这句顺口溜,你要记住了,就知道茶叶的保质期了 绿茶黄茶喝的就是鲜爽 所以一般冷藏保存一年半内尽快平饮 清香乌龙茶,例如张萍水仙、铁观音 这些茶尽量不存放过一年 拿铁观音来说,这种清香乌龙茶需要保鲜,且硬即喝 这些乌龙茶,春水秋香,各有风格 秋茶一上,大家就不喝春茶了 来年春茶一上,大家又去买春茶了 所以清香乌龙茶建议就是半年内喝完 红茶因为发酵度高,而且喝的就是香甜 所以一般存放三到五年,鲜甜的特点就该走下坡路了 白茶跟普尔这两种茶,在工艺上保留了活性酶的后期转化 所以可以长期存放 随着时间流逝,内置发生变化 会出现不同的瓶饮风格 白茶也有,一年茶,三年要,七年饱的说法 记住这个顺口溜,存茶变简单 好 好 这个顺口溜,存茶变化